接下来大家啊,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呢,下一部分来了,那之前那部分呢,我们主要讲的是一些面向对象的思想和加入这些基础编程,同时在多线程的技术当中呢,又进行了面向对象思想的一个基本深化,就是说进程随人类或者实现任何接口,对吧,面向对象的三个特征都得以体现了,对吧,接口的出现呢,也将线程的执行路径和线程的任务呢,就能分离,降低的气候和性,那 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再接下来要学习的大家,就是我们日后在用加瓦语言进行开发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工具,或者叫做一些对象,加瓦本身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对象来方便于我们的开发,听明白了吧,那么这些对象呢,都是遵从着面向对象思想而出现的,后期我们在讲就不再讲思想,而讲什么,而是在不断的学习, 这些对象的一个基本使用,听懂懂了吧,所以我们的学习重点已经开始怎么样了,从以前的面向对象思想转移到什么,面向对象中的一个对象上,使用上来了,听明白了吧,那意味着什么,因为的,我讲一个对象,它怎么用,你知道,甚至于什么时候用上它,你知道,就有了,听明白了吧, 这一波就简单多了,这个波就简单多了 是吧,那这样不用了,那里面太多功能了,是吧,那个不是问题 是吧,咱你们手册,有数点,那就不怕,但是记住了,常用对象方法,要不必须会 明白了吧,就背,也背了,为啥呀,我查语这不行吗 开发时间长的人,我跟你讲,这些方法是根本就不需要插手册 听懂了吧,顺手就写得出来,连联想都不需要 你要说你查一个常用类的方法,还得去看了一篇文档 你要说是有经验,鬼都要恶死了,听懂我意思吗,不好了,不过再废话了 接下来大家,我们就学习一下,我们日后开发必须常用的一个对象 那,什么对象呢,先不说,你知道,我们日后开发能涉及的最常见数据是什么呢 说白了是本来写的文字啊,对,咱写的文字一写就一大堆 这一种一大堆的文字,在加瓦中的表现就是字符串 听懂了吧,所以这个描述字符串的对象,才是我们日后开发最为常用的对象之一 这个字符串,大家为了方便与其操作,加瓦就按照面向对象的思想怎么样 将其进行了描述,并进行了对象的封装,提供了对字符串操作的方法,或者叫功能 听懂了吧,我们以后现在的字符串,只要指挥字符串,做事就就可以了 听懂吗,这就我们说,你把这事封装成对象以后,我给你讲,你能指挥怎么样啊,别人能指挥,都可以 ok,那么描述字符串的这个,瓦,加瓦瓦,就是啊 死骏,听懂吗,死骏呢,那么大家注意了,这个词是什么样啊,是不是瓦啊 啊,对它就是一个类,我们要想对这个类,是吧,进行对象的建立,大家有这么几种方式 那么简单说一说,卢老师,咱们创建一个字符串,怎么来做呢,对吧 大家老师看 这是不是之前玩过呀,是吧,虽然玩的不多,对吧,大家玩过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用双引号来表示这个字符串 大家都知道什么样啊,字符串这种格式,是不是用双引号来标识啊 对,我跟你讲,字符串的对象吧,和其他对象的稍微有点特殊 啊,就在这儿,知道了吧,这个哥们吧,只是用双引号一标识 才变成字符串了,那么变成字符串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对象,没啥呀,因为此之是个类 SDR这个变量,就是一个类类型的变量 类类型的变量是一个指向于实体啊 对,它就是一个对象 这就没了啊,这就比较特殊一点 它是一个对象,OK了 但是呢,要说一说字符串的一些什么 特殊的地方 我们就在Eclimus里边看到啊 先第一个就演示一个字符串的 那么我们起个名的 an.it card.死 gim.demo,看到了吧 嗯,这个死的demo,死的太死了 这里边我做一些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是说 我们在建立包的时候吧,如果包建立多了以后呢,他们也有什么用 顺序明白了吧,它按照自己的这个字母顺序呢在进行排序 那这样的话呢,有可能怎么样啊 我们后期的包就排到上面去了呀 这个你懂吧,为了能让大家知道老师这个建包的顺序和那个过程啊 回到家的当面复习,我给带个序号 这懂吧,带个序号,就是这么回事儿的吗 带什么序号呢,是吧 这个我们刚才这么带序号呢 以前我写的是ABCD,是吧 发现个问题,包建立多了以后吧 ABCDFG,懂了是吧 老师怕数过去 懂了吧 p.死去点代理毛 这能看懂吗 p就是partage 一 懂吧,就是第一个 你不能得写数字吗 明白什么,直接写个p.e.就看着明白点 这没有意思了吧 注意啊,你们回家建包,别写这个,听懂了吧 你写这个干嘛,弄名其妙呢 我这是讲课的时候,让我的包有顺序 让大家知道,老师第一个建立的包,第二个包,听得出来 是怎么回事儿啊 然后呢,这里边来谁啊 死镜,来个这个,戴毛啊 戴个阻碍树来,对吧 我们完成一下,搞定了大家,就这么简单 来了,简单就是这里边我们写点文字啊 就什么意思啊 看着啊,这个比较爽一些 鞋鞋鞋鞋一回车,是做生成啊 是吧,叫做死讯的那些特点 是吧 死讯的特点 那有什么特点呢,大家 注意,我们之前学数据的时候 大家 在常量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整数小数 需要字符还有字符串 对,我跟你讲 字符串的对象吧,非常有意思就是 他一旦被初始化怎么样啊 就不会被改变了 字符串对象 一旦被初始化 就不会怎么样 不会被改变 这是固定的,为什么,常量值呢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说字符串的一个最有趣的地方 那么有的哥们呢,这个话法比起来的不是很深刻 什么叫不是很深刻呢 就是说老师,我和你讲的不太一样 你说死讯S就等于ABC是吧 那么你说ABC就不能变呢 我说是啊 那我打印一下呗 行,那奥的学现大家 S 这次看怎么办 我打,就这么写下,S等于加上S 然后呢 我们运行一下,右键拿一个叫做runn 是什么意思啊 要跟我们说老师,你看S就等于什么样啊 NBA,有没有 这里边呢,我们弄完以后呢 你看,你看,运行 你看,你看,老师 还说不能变呢 这是变了吗,这样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其实啊 这是两个字符串对象 对吧 而这S吧 他刚才指向的是ABC嘛 现在是不是指向的是NBA呀 对 ABC变了吗 对,就这意思 我说的是 制服串对象 一旦出事吧 不能给你 能弄弄弄了吗 你把这S 它进去是引用型的变量 懂吗 它可以指向这个 可以指向那个 那是它的事 但是ABC不变 欧了吧大家 这是问题 哦,这个欧了吧 欧了啊 请跟他说一个第二个事 第二个事就是 大家再看一下 来一个 死郡 S1就等于ABC 大家 这什么意思啊 这S和S1啊 它们是不是都是ABC啊 那么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操作 这个就不要打印了 是吧 几个来什么呀 Ctrl 加斜线 就注释 那 就说一遍 S等等于S1 大家问 真假呀 那个跟我说 老师这不俩对象吗 那么你的对象的话 你们的比较地质值吗 哎 那个等等于是比较地质值的呀 是的 大家 一个运行 大家 我这一纠结啊 它怎么是真的 注意大家 这里边给你讲小插曲 注意听啊 甭有什么疑问 先听完来说 好吧 说老师 你看这两个地质怎么一样呢 是吧 简单说一点就是 在字符串建立时啊 在内存当中 有一个叫做字符串缓冲区 你可以把它认为字符串 什么样啊 常量区 听懂的意思吧 哎 那么说这怎么 俏建呢 我先说第一句话好了啊 我这里边吧 咖来这个主帅吧 它就会 先到这字符串 常量区 本来里边啥也没有 听懂的意思吧 字符串常量区 啥也没有 我到来一找 有ABC吗 说没有 好 我们就见过ABC 没有吧 见过ABC 见过来以后 再把ABC地址怎么样 是不是给这个叫S啊 A是这样的 那 字符在常量区 OK 到这句话了 是吧 那个 S1里边是不是也是ABC啊 是吧 他也是到常量区找说 有ABC吗 诶 是有啊 我上面也见力气了嘛 对吧 那定了怎么样 他就把这个 一有的ABC 怎么样 地址值 数回来是1 这别了吧 那意味着什么 S和什么 S1怎么样 对 指向它其实是同一个 ABC 听懂没有吧 这个字符串呢 存在于常量区等 是这样的 那 这都不懂吧 OK 那 那么这个呢 这个小问题先告一段落 这个都明白了吧 这是第一个环节小问题啊 第一个环节小问题啊 叫做 字符上ABC 那干嘛呢 叫做ABC 存储在哪啊 对 叫做 存储在 常量区中 听人说 自不算常量区 是吧 这个也叫自不算法中区 这个 我这为什么 不愿意说 自不算法中区呢 是吧 就是一会儿把怕 和咱们一会儿讲 那个 那是八会儿吧 这个大家要有点误解 多一怕 其实体能睡一会儿 但是怕你们误解呢 就算是要常量区的 吃吧 全都无理吧 如果没有 就创建 听懂吧 如果有 就不创建 怎么样 拿过去用 就是这意思 要不然你知道吗 不问有没有 你都创建 这尺子是不浪费 对不对 那不标准浪费吗 大家 这个地方 搞一段落 右键 看看啊 我这 我这故意 给你们使用这些功能 给你们再 使用这些 首先什么样啊 呃 死 君 戴上注释吧 对吧 OK 大家 你看 是不是在门导注释啊 带上的是吧 然后呢 你可以有点写东西的吗 这是干嘛的是啊 这个 言试 啊 这个叫什么样啊 自无论定乱定义的第一种啊 方式 并明确什么 并明确 常量啊 就实 啊 不对 自无事儿 常量实 明白了 那这特点 那 始终没有 啊 就建立 那 始终有 怎么样啊 实际有 就完事了 这欧了呀 其实呢 老实也是第二 好吧 来一个二 好吧 这有没有啊 没有啊 Ctrl1 有没有 创建 得 分码 哦 我那第二 上去了 这 是把名字改成这个啊 我那第一 上去了 你看 你也点第二 对吧 这 什么 创建啊 创建外后 推爆来个 public 是吧 当然你不愿意 共有 可以 可以的啊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们再来一个 终于晚上 你看此阵s就等于abc 嘛 这是我们刚才的范例嘛 然后有个人说老师啊 咱创建对象 你不得用mio创建吗 哎呀 这个就非常好 是的 是得用mio创建的 懂吗 那如果老师 你用mio创建的话 你 你 你是得查什么东西 一个类 如果你想要用mio 去创建对象 你想查什么 你需要查什么 对 非常好 就是素质化呀 这是必须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要介入api了 明白吗 你得看看 人死之类 给没定 修正东西啊 没提高 你创什么东西呢 来 打开我们的api文档 找到 注意这个东西 它本身就是怎么样了 就是家伙人的核心类 懂吗 所以他也定在哪啊 家伙烂包当中 再说一遍 家伙的两个位置包 这是家伙的语言包 这是家伙的核心包 这里面定的都是家伙的核心类 听懂吗 这个包 我跟你讲 你所用的它里面的东西 你发现了吗 你是不是从来没找那包 对 1.2版本以后 GDK 1.2版本以后 这个包会自动导入 明白吗 注意 其他包不行 就一个 这个包里面那时候 不需要你导 它全都进来了 OK 再看 是不是有啊 它代表就是字符串 怎么样 它所有字符串 什么字面值啊 什么都作为词类 什么实力实现 好吧 字符串呢 是常量 它们的值呢 在创建之后怎么样 不能被改变 知道吧 但是怎么样呢 你想该怎么样啊 字符串缓冲区 知什么 可变的 字符串 那 那么接下来是吧 那个因为字符串 是不可变化的 所以可以怎么办 是不是共享 刚刚才我们是不是 玩共享 就是嘛 创建完以后 加完创建过 就补创建了 大家 是吧 那么这里边 我们国内废话 在举了很多事例 咱们也没有必要 搞来搞去 然后呢 字符串类的 包括的方法呀 可以用于检查什么 序列的单格字符啊 比较租串啊 搜索租串啊 提取子串啊 创建租串副本的 等等一系列什么 操作 一会儿我们要学一些操作了 来大家看 哎呀给力了 构造方法 这要 这里边有创建空的吧 对 有创建空的 还有冰邦冰邦的 这我们一会儿讲啊 下面一个 大家看 它是不能接触个字符串 对 所以大家 我们就可以在字符串 用用的形式 实现对象的创建 词讯 S1就等于 我就用一个字符串 来一个ABC 注意传言的 大家 上面了啊 S等于我加上S 我卡一个复制 对吧 Alt Ctrl 加 方向电下 进门了 就是向下复制 你可以向上复制 是一边 S1 S1 行了大家 来我们录黑眼 运行 哎 这跟俩一样 是一分压 看上去很像 是吧 来我们 注视一下 再下来 排队刚才的验证啊 注意啊 你看这结果是很像的啊 S1等等 S1 是不是弄下呀 啊 一个右键 我没运行 哎 这个就解了 什么情况啊 这个 为什么他没事呢 大家 陆黑队 这个我给你们解释 解释 这句话呀 是在 注意啊 就这句话 一直行 懂吗 是在 字符串 常量池当中 创建了一个 ABC字符串 懂吗 并把地址 付给了 S 比右行 变量 这句话 大家 实在什么样啊 是在这个 堆内存当中 又 用什么样 创建了一个 死尽对象 你听懂啊 那 紧跟着 这个对象 在构造的时候 是不是接收了一个 字符串 这么一个对象 这个呀 注意 这个动作 他并没有在 字符串 常量池当中 做任何事情 听明白了吧 这种有点区别的 这种创建方式 有点区别的 那么大家会发现 什么样啊 这个呀 实实在 如果说 单独来说 这句话 如果就是一句话 它在内存当中 是不是产生一个对象 对象 而这句话怎么样 应该产生两个对象 一个是我拗了一次吧 对吧 而且你是否把这个 对象 都牵住 传进来了呀 那这个什么样 先存在呀 所以大家 这个实实是 做穿了两个对象 这个是有点区别的 所以呢 你在比较地址的时候 发现 这个地址和这个理数 不一样啊 是的 他们是不一样的 是什么样的 他们是不一样的 那 这个区别就在这 这就是灭射体 那问 现在还有什么区别 你可以 往下 简单拿也行 就是说 上面创建一个对象 下面怎么样 创建两对象 你也可以在哪 什么样啊 上面是在常量池中 创建一个对象 下面什么样啊 是在堆里面 创建两对象 对吧 然后开心了 长量池 它里面装的 都是自负上对象 对吧 这个对象 在由谁维护啊 是不是由这死 就是来维护啊 对吧 其实这个本身 在堆里面 也会产生 一个池子 装盲盲盲干嘛呀 纯土这些 自浮串对象 听过来说吧 那么这个对象 有什么产业呢 注意 所以这些常量池中的对象 它们本身是可以被共享的 你们看下 是可以被共享的 而你这么一拥 大家 这个哥们啊 这ABC就属于这个对象 总在一个参数分离 听懂了吧 这是有区别的 这就是作为一个深入了解了 到这呢 就把这个说完了 那么既然说老师 他们俩答应就不都一样吗 是的 你想比较对象 是否相同 有没有 你可以做另外一个动作 这个是不是仅仅来比较地质 对的 我们还得做另外一个 输出 S1点什么 EQUOS SE S点EQUOS SE 看到吧 大家记得方法吗 这个方法当年我们讲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用来比较对象 是否相同 是的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让我点纠结 哎 大家 咱得分析一下 说 我记得当年哥们在看这个 EQUOS的圆码的时候 他比较的是不是那个地址值 是吧 那真的是 我给你讲 那为什么到这 他俩就不一样了呢 道理很简单 我们一看到这都猜得到 死菌类是不是 奥巴戒的子类 对 他其实在将 奥巴戒中以外的方法 进行复写 他建立了 字符串 依据自身特点 来比较 字符串对象 是否相同的依据 你怎么办 那石头半天说 他要到依啥来判断那样 特简单 字符串对象 想判断是否 是一样的对吧 他比较的是内容 而不比较地址 听明白了吗 大家看 这里边内容和这里边内容是一样的 是否ABC 是的 他比较的是内容 故意大家 那 死菌类中的 Ecos 复写了 奥巴戒中的什么 Ecos 那 Ecos 建立了什么 建立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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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这是 死菌类什么样啊 自己的什么 判断 自符串 对象 是否 相同的E 哎呀 我这话写太陆子了 实际怎么在家 然后里面啊 其实 其实就是比较什么 对 自符串 内容 叫什么 其实就是比较自符内容 就这么简单啊 然后呢 这个里边大家发现没有 老师这一屏 是不是来回点图动呗呀 那一样不爽了哈 老师把这个界面啊 稍微改动一下 我不喜欢这种什么 视窗布局 有没有 我把这个视窗吧 挪挪挪挪挪挪 哎 我放这边来 看不完啦 我一会全带马 这客户看得稍微方便点啊 哎 说老师不行 牌是小 我要全名 别别别管 这个这个当前从口吧 双击 谁吗 哎 双击 回来吧 当然说老师 我这双击 都怂了 换接键 Ctrl M Ctrl M 出回来啦 能将当前窗口 最大化过黄眼 那 你选择你喜欢吗 是吧 我问一下啊 到这呢 就把这小玩意儿啊 抽完了 这个我还给他写一写 是吧 叫什么来着 叫做 创建一个什么 自服战对象 在 长亮 那这个叫做 这个创建一个对象 在什么 那创 不叫 创建 这个两个对象 一个 知道吗 一个自服战对象 在哪啊 在堆内存当中 那堆内存 为什么啊 被这个 对象所维护了呢 那在这里边 刷就完了 在堆 对于内存中 OK 那 这个呢 就算完了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小演示 OK